哈喽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Jason 今天呢,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 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啊,还是这个调整态势啊 那么调整的幅度的话呢,相对的还比较温和 基本上全天的话呢,都保持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格局 呃,这一点的话呢,在上周啊,这个 呃,乌克兰啊,俄罗斯之间啊 就有那么一个军事对峙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 市场呢,选择了向下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在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在4400点附近的话呢 呃,形成了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也好关注啊 这个俄罗斯乌克兰啊,这一块的这个 呃,事态的走向啊 还有一点呢,还是对美联储啊 在这个高涨的CPI通胀的数据面前 如何采取货币政策啊,这是啊,一个重点啊 毕竟呢,如果货币政策收紧的话呢 呃,对于企业的获利能力啊 是有重大的影响啊 我们大家也知道啊,从2008年以后啊 呃,这个呃,美股的市场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靠着货币超发 呃,一直维持着啊,这个上涨的态势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货币超发再加上啊 这个疫情期间啊 这个发放的纾困金 那么这个货币超发呢 已经没有空间 而市场的话呢 呃,在货币呃,这个 呃,超发的这种背景下啊 市场的成长性的话呢 也有趋弱的迹象 所以说呢,呃,经济的话呢 有调整的需求 本身就有调整的需求 啊,那这当中的话呢 啊,美联储的话呢 看到通胀,呃,他们的货币政策 啊,有,呃,到目前为止 有不同的声音啊 呃,这个布拉德的话呢 说我们啊,三月份啊 如果涨,呃,加50个基点 我要是开放态度 啊,七月份之前啊 咱们就是得加100个 啊,但是有其他的这个 美联储官员呢 说我们啊,在这个加急的过程当中 啊,是不是要温和一点啊 等等啊 实际上现在 呃,对于美股来讲 或者说美国经济来讲的话呢 呃,普遍认为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啊,有那么一点滞后 啊,有那么一点滞后 或者说反应太慢 啊,或者反应太慢 那么这种滞后和反应慢 是有意而为之 啊,这个特意把通胀打上去 毕竟的通胀 相对来讲的话呢 还是比较好处理 啊,要通缩的话呢 这个市场的话 可能就不是靠单纯的货币政策 啊,那么好处理了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 啊,这一点的话 我们要看看啊 美联储在加息的这个态度上 和力度上啊,如何去处理 啊,想逐渐的 啊,控制通胀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慢慢来了 啊,慢慢来 但是如果通胀啊 这个达到一种疯狂 或者说不太好控制的情况下 然后再突然的这个大幅度加息 可能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可能市场去解读 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动作的时候的话呢 可能会说 哦,美联储是不是看到了经济 啊,某些啊 特别不好的状态 如何如何 啊,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美联储的态度啊 还有这个市场解读啊 这都是一个我们下一步观察的一个重点 但总而言之 在这个货币政策啊 总体紧缩的大背景下 我们最好啊 还是要缩减我们的资金投入啊 增强我们的持股的安全性啊 那么其他产品的话呢 呃,这个比特币产品啊 在大盘走的不好的情况下 呃,虽然前两天试探了四万五千美元 但是呢 现在再次回落到四万两千美元左右啊 如果大盘不好的话 那这么风险类资产的话 还是要先放一放 黄金类产品的话呢 呃,在这个上周末和今天的表现的都不错啊 从1820美元左右啊 现在达到了1870美元左右 那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 啊,那么对于黄金来讲的话呢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 呃,有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啊 呃,战争出现啊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有谣传啊 或者说什么啊 市场传闻吧 啊,说可能在什么时间动手 呃,现在的话呢 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都是关闭了大使馆啊 然后提醒大家啊 赶紧啊 赶紧撤啊 所以说在这种大背景下的话呢 呃,黄金的话也是位于筹谋啊 提前的就先往上飘了啊 呃,从总体上看 呃,黄金的相对比原油的位置稍微好一点 原油的话呢 呃,如果这边打起来的话 对于原油的需求 或者说对于原油的供应 可能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所以原油的话呢 呃,还有上上的空间 但是呢 原油毕竟啊 还是从啊 十块钱啊 然后一路啊 这个震荡上涨 哪怕最后一波的话呢 也是从六十块钱 现在涨到九十块钱 也接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呢 他的炒作空间的话呢 相对啊 安全安全性和位置的话呢 相对的话差一点 所以说要是有啊 这个中期避险需求的朋友呢 可以适当的考虑黄金啊 那大方向还是要控制资金 控制风险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